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高雄市的地方脉动 在新闻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今天有哪些新闻重点 环状轻轨是市府的重大公共工程建设 今天高雄市长陈菊带着相关局处团队首长 前往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文化公车创造观光效益 为了了解文化公车怎么运作市议员亲自达成 台湾无障碍协会举办全国十大杰出 爱心妈妈词辉奖的表扬 评选名单在母亲节前夕来公布 在今天两位得主现身说法 高雄市渴望成为全台第一个 拥有环状轻轨的都市 市府即将在六月份发包动工 关于这项需要市府出资近百亿元 新建的重大工程建设 包括路线的效益和未来的酝酿评估 应市议会的要求 今天由高雄市长陈菊和相关团队的首长 亲自到市议会里进行专案报告 串联港区重大地标建设 水岸轻轨动画呈现完工后的愿景 变更路线规划传出好消息 由市府主导的环状轻轨路线规划 预定在六月份发包 应市议会要求高雄市长陈菊带着 相关局处首长进行专案报告 完成环状跟水岸轻轨 是串联这些旗舰建设重要的动脉 为了创造更高的经济 跟观光的效益 我们期盼水岸轻轨 能够搭配港湾重大建设的完工 启用来考量城市发展伴随延伸的交通的问题 配合串联港湾重大建设 说明环状轻轨势在必行的重要性 捷运局以轻轨搭配既有高雄捷运 及大众运输接驳系统 运输的提升相辅相成 把收铁准备好 规划路线效益和未来运输分析 借着专案报告也向高雄市民说明 沿着水岸港都的环状轻轨 渴望成行 公司文运朱宇宏采访报道 搭配港区重大地标建设 是否决定以自办新建的方式 来促成环状轻轨 即使已经订出了工程发包的时间表 不过在今天的专案报告里 还是听得到议员对于环状轻轨 新建案有正反不同的两种声音 从BOT改为自办新建 环状轻轨配合港区重大建设终于有谱 听完市府的专案报告 担心庞大经费造成高雄市财政压力 是议员持反对意见的主要原因 喜欢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的我全力赞成 但是要考虑的有底下几个 注意了 市长跟所有的局处长 第一个财力的问题财政的问题 我们政家会负责多少钱之后 对清贵 我先表明我的立场 我是反对 我们高雄市政府 大家都知道 举债一年要200亿 四年之内我们就举债破表了 除非有一个理由你悔改不可 就是你如果没去 交通就阻塞了 这个城市就瘫痪了 这是从道路进入轨道 唯一要花大钱的理由 好不容易有四大 整个地标型的建筑 地标型的建筑 我不可能等地标型的建筑再完工 我们再去思考说 这个捷印轻轨是必须的 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 同时来并建 市长城局用对城市的远见来回应 针对环状轻轨的反对声浪 持肯定支持立场的议员 则是以高雄市的确有需求 来立挺市府的重大交通政策 我个人是支持 我们有那个主级 我们有那个管理 有一个很优积 又方便的大众运输系统 我们的市民怎么产物 因为这是我们大家的房间 自己放的 这是我们自己放的 这是我们在地的光荣感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我也愿望我们捷印举在 未来在兴建轻轨之后 你能够跟我们的高雄市民讲说 我们的轻轨是怎么的 对我们高雄市有什么改变 这种公共政策 我们的市府关联 一定要认真来去做这点 串联港区的雪岸轻轨路线 一旦新建 渴望成为全台第一条环状轻轨 重大交通建设新建前 议事厅中的讨论正反意见都有 传达给市府再审慎评估 港东西温问问朱宇宏 采访报导 无论是环状轻轨 或者是高雄市的大众运输系统 备受议员关心的 莫过于运量 希望能有效的提升 未来达成的运量 机车如何减量 也成为专案报告里 受到关注的重点 有多位的议员 就提出了具体建议 培养大众运输运量 市府交通局锁定机车减量 有另外一个课题就是 报备燃油机车 而且不再购置后使用 这部分是不是要给 公共运输达成的优惠 那这部分 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研究 包括整个可行性 跟他的一些作业 还有这个裁员 这个正在研究 谈其能减碳减少 私人交通工具使用 占大宗的机车族 是目标族群 也是新建环状轻轨 串联大众运输系统 交通配套措施的主要对象 市议会议长建议是否 大刀阔斧 是不是机车要减少 要减少啦 这个 我在说机车减少 我还说今年 现在一百块钱 我们当我们的整个 看得更容易 我们现在说过 我们四周还是三周 我们的机车没有发酬 电视机车要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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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告诉你 你别说你走电视 我们就丢进前 我先给你担心 希望有效减缓高丛市 排碳机车的数量成长 有议员的具体建议 是把电动机车纳入 大众接驳系统的行列中 因为你已经拥有了 你一定会尽所有可能 去使用那个电动机车 因为那电动机车是你的 你当然已经买了 这个补助然后买了 那是不是可以转一个想法 就是说 其实电动机车 不一定要拥有 可以用像我们现在公共的 自行车的方式 是有公共的电动机车 那目前环保署给我们那个 电动机车的那个 电池租轮的系统 下个礼拜要核定 因为我刚刚昨天有去 跟环保署署长跟处长沟通 下礼拜就核定了 那有30站 所以那个完了之后 电动机车就是推出去了 那有5千辆的市营运 所以你刚刚在提到 那个公共电动机车的 这部分的无理论部分 我们也会同样的来上路 那这经费来讲 我们都会筹筹来配合 这个 鼓励机车组投入高丛市 大众运输系统使用者的行列 用力的强硬做法 或是转用环保交通工具 以环状轻轨为例 要永续发展促进 机车减量的配套做法 成了大众运输工具 运量能否有效提升的 关键话题 公司上问院主雨红 采访报导 以鼓机文化带动观光 文化局呢 特别规划了文化公车 把古山地区 丰富的鼓机景点串联起来 在去年推出之后反应不错 为了确实了解文化公车的运作 高雄市议员佟彤彦 在亲自搭乘之后 也给了高度肯定 位在哈马新的高雄港站 铁道保存完好 改造之后 变身成为打狗铁道故事馆 吸引不少铁道迷和游客 前往朝圣参观 以鼓机文化带动观光 最好的成功例子 议员特别走访 早期的货运办公室 货单木柜都还保留的完整 甚至还收藏了日治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两台蒸汽火车 在这个地方 正面有写C559 C55就是这一型蒸汽火车 在日本时代它的型号 叫做C55型 9是它的编号 它的时速可以将近 时速达到100公里 其实在这个是1935年 就第一次引进台湾 那我们这一台车是1938年 古山拥有丰富的古籍文化 文化局也首创规划了文化公车 平日每整点一班 假日每30分钟一班 一票只要30元 古山地区的八大景点 和地方小吃任你玩 议员亲自搭乘感受一下 每台文化公车上 都配有一名导览员沿途解说 因此受到游客好评 议员也给予高度肯定 高雄市的观光的推动 文化的推广 确实有长足的进步 也觉得说 事实上观光客 来到我们高雄市的时候 也应该透过这个文化列车 能够感受到我们高雄市 还是有很多值得去看的一些古迹 随后来到伍德殿 全台保留最完整的日制时期舞蹈场 假日还可以欣赏到剑道表演 议员亲自下场体验大剑一挥 所有郁闷似乎也跟着被切断 真是舒畅 这趟古迹参访 议员肯定是收获满满 港东新闻是孟甫 郑景宏 采访报导 关心城市进步怎么做最好 一起来轻松谈 每周一晚间9点 点亮高雄 就这么简单 高雄时事 港都话题 理性讨论 深度对谈 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 高雄现场与您面对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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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打的电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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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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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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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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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